白百合现身妇产科 美文男友现身甜蜜黑头 在中国娱乐圈能像白百合这样演技非任何 但是却总是伴随着一些黑料的演员真还不多 2月13日情人节前夕 白百合又被记者拍到和之前的男友一起现身某医院的妇产科的照片 在图片当中白百合穿着厚厚的棉衣 在晚上仍然戴着墨镜加帽子 显然压根儿不想被人认出来 在他身后一米处 录影随形的跟着一名帅男子 仔细辨认之下 记者竟然发现这就是去年年底 曾和白百合一同K歌并返回律所的那名男子 图片虽然有些模糊 但身高外形都极具辨识度的白百合还是难逃记者的美金镜 当天白百合穿着裸色运动平底鞋 在冬天露着脚踝 搭配破洞几身牛仔裤 区别以往红红红红的是 这次他走得特别慢 上身还明显厚轻 外套没有靠 但是双手急紧按在腹部 慢慢的走回了 慢慢的走回了 等待多时的摆设机车里 这一切举动让人不得不浮想联天 但是当记者第一时间向白百合的工作室求证时 工作人员却非常简洁的回复 年前去医院是因为牙疼打脸地 并非是传统当中看妇产课 所以统一回应不要无中生有 白百合在今天春节当 本来有一档预计票房不错的影片 情生二次将上映 但是因为无锈锅的时间持续发酵 让这部万达组组的电影不得不因为舆论 被迫撤出了春节当 影片当中无辜两位主演 白百合和修央面对如此情况也只能一步类 她一直都是与众不同的面缘 在刚刚事业起步的时候 就义无反顾的和当时当红的歌手陈雨凡结婚 生下儿子元宝 过后他并没有像家人演员一样 失去少女人设的机会 而是凭借高厂的身材 青春亮丽的外表 凭借高厂演技 但电影圈迅速走红 甚至一度成为票房保障 成为华语影坛30亿票房音乐员